但是今天晚上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 如何去喂养一个复兴 如何预备自己 站在神的工作当中 我人生当中有个很大的荣幸 在我这一生当中 我看过五次的复兴 要不我在这五场复兴当中 要不我在复兴正中央 而是我 不是在正中央 要不然就是第一手 见到神该工作的时候 那我看到这五次的复兴 我问神一个原因 我说主啊 为什么你要把我 放在这么多的复兴里面呢 他这样告诉我 他说因为你的事工 是关乎复兴的 所以为什么我把你带领 你去经历这么多的复兴 这是我心里面最大的心跳 如果我去了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那个教会睡着了 我真的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我就往下一个地方前进 我真的对那些 我对那些沉睡的事情没有兴趣 我对神在工作的城市 跟国家有兴趣 如果神没有工作 你不会看到我在那边出现 所以今天晚上 我想给你一些原则 所以你可以带回家用 我喜欢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工具 是你可以应用的原则 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时间 但是有些事情必须要发生 如果你要保住神在这几天 所做的一切 你就要做一些事情 如果这些事没有发生 记得这一点 你会回到起初开始的位置 几天之内 所以你必须要应用一些原则 来使这把火持续地燃烧 今天我们在看复兴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神动工的方法 是非常有系统性的 我在70年代得救 在70年代 在那个十年当中 在这个普世兴起了许多圣经教师 比如说像甘坚信 还有科普兰 有很多不同的圣经教师 被兴起在那个世代 在那个世代 在80年代 神的工作 开始兴起了那些教会增长运动的人 在那个时间呢 是普世教会开始发生 各种不同的爆发 我们开始听到 首先巨型教会这个名字 但是在60年代 这种形态教会是不存在的 可是到80年代 有许多大型的教会出现 有曾经有一个人 他在韩国 他曾经去量一下 整个长老会的那个舞台 讲台 然后那个长老问这个牧师说 诶 你在干嘛 他说我要建造一个教会 比这个舞台还更大 他叫赵雍基博士 他建造一个大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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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很多教会 就像赵雍基博士 这样的教会 就一直兴起 那我们今天看90年代 90年代发生的 就是普世性的扩张 跟宣教运动 举个例子 在新加坡有一间教会 他单单在这间教会 在96个国家 都有托子教会 总共有96个国家 一间教会而已 想想看 所以那时候教会 开始进入到一个 普世宣教的季节 它进入到扩张的季节 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普世教会 开始进入到一个洁净的里面 在2000年开始 有许多的牧师 牧者们 他们开始跌倒 那是一个先知性的季节 在整体教会里面 发生了更新跟改变 当我们进入到2012年的时候 我相信发生的是什么 就是2012年教会 开始进入到 使徒性的时代 突然间你会发现 到处都有使徒被兴起 你有注意到吗 在2012年的时间 可是在70年代 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80年代 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我们有这样的职务 可是我们从来不明白 其实它是一个职份 那现在呢 是从2012年开始 这个使徒的时代开始兴起 使徒时代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应该这样讲 使徒在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一个荣耀的时代 因为使徒 会把神的荣耀带回教会里面 所以从2012年开始 在教会界你所看到的 是人们在去寻找神迹奇事 人们在教会里面 去寻找那些特殊的事情 他们甚至在去找金粉 他们去找神迹的东西 因为我们进入到的季节 是荣耀的季节 你还在这吗 所以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 就是神 很明显地这样子 开始朝这个方向动工 大概在2017年的结尾 在美国发生一些 很独特的事情 不论你同不同意 这个观点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美国的总统 他做了一个宣告 在历史以下 在美国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站过 川普站在全世界前面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他这样说 这样的宣告真的充满了能力在其中 为什么 因为这告诉我们末世来了 当他开始这样讲这个宣告的时候 宣布 那个阿拉伯联盟 他们气炸了就走出去了 阿拉伯联盟的领袖 把那个所有的联盟里面的国家聚集在一起 在那个结束之后呢 他们也做了一个宣布 东耶路撒冷 会成为巴勒斯坦的首都 这是完全按照圣经的预言 那我现在稍微更推一步 那个讲这个的人是谁呢 是土耳其的总统 那圣经告诉我们 以色列其中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谁呢 是高跟美格这个地方来的 那这个高跟美格这个地方 他的地利位置就在土耳其的境内 我在说什么呢 我们活在末世 我们活在末世 耶稣要再来了 不论你预不预备好 耶稣都要再来 如果耶稣要再来 那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 真的很兴奋 因为耶稣说 在他来之前 这个世界要经历 由时有人类历史来 最伟大的收割 教会不是只有一色颗的在手中 而是有两色颗的在手中 耶稣也说了另外一件事情 末后时代的教会 会是最荣耀的教会 不是最软弱的教会 不是最荣耀的教会 所以你要怎么把自己对齐在神的季节里面呢 比赛亚书第43章 第18和19节 18和19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我要做一件新事 所以当你知道你越接近末世的时候 神要做新事 神要做新事 传道书第3章第1节 他说凡事都有定时 天下万物 在天堂底下的任何事物都有定时 这段经文很有意思 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有定期 都有季节 他没有说每一个季节里面都有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专注在季节本身而忘记事物 神在说什么呢 他在说 如果你是这个事情的一部分 你就成为这个季节的一部分 你要明白这个概念 如果你是在这个事情里面 那你就在这个季节里面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 很多主啊 求你在复兴里面使用我 在末世使用我 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什么都不做 他们渴望神在末世来使用他 但是他们却不参与在任何事情里面 所以按着圣经的原则 我们知道你必须先在事情里面 你才会在这个季节里面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 最伟大的智慧是什么 就是参与神在当今在做的事情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个教会开始改变 在全球各地 所有的教会都真的进入到改变里面 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时代 是神最伟大的工作才正要开始 神最伟大的工作 不会在欧洲 不会在美国 在亚洲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神是公平的 神是公平的 他总是给每个区域 每个地理的位置 有一个机会 有些人会这样想 复兴开始于他 也终结于他 你在幻想 在圣经里面 可以这样 都是有很多例子的 圣经里面都有很多例子 可以看到 我们看以西结书 这个可以看到不同的图案 我们看到这个四活物的预表 很多先知性的人 他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们这样解释 狮子预表了 是在欧洲发生的改革运动 那个老鹰预表了 是在美国发生的复兴 牛是预表的 在亚洲一个仆人式的复兴 那这个人的部分呢 是讲到世界各地的岛屿 因为福音在那时候 要传到世界的地极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经济上的位置 在经济的重心的转移 有些人知道这个事情 可是有些人一无所知 在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体 是什么呢 他们叫G7的 七大工业国 那在这个世代里面 这个七大工业国的重心 逐渐转移到金砖七国 那他们叫做E7的国家 E7的国家 他们接下来会成为 这世界经济的重心 为什么呢 就是完全按照 它人口的数量 因为他们人口实在太多了 那这几个国家是哪几个国家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 印度也是一个 印尼也是另外一个 第四个是巴西 所以从这个七大工业国 慢慢地开始转移到 这个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 很有意思 当G7是世界的 那个经济重心的时候 他们同时间也是 世界上属灵的重心 他们也是这个神工作很大的地方 但是现在这个转移开始 发生到E7的这些国家去了 意思是什么 听着 这些最伟大的教会 会被这些 从亚洲兴起来宣教士 去建造起来 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在一些回教的国家里面 那些被拆检去的宣教士是谁呢 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从印尼来 他们从菲律宾来 神早就开始了 我这跟你表达的是什么 亚洲的教会 现在是各位的时候 现在是你的时机 不要错过了 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进入到神的事情里面 以至于你能够进入到 神的季节里面 你还在这儿吗 神正在给你一个机会 成为祂在这边 即将要做新鲜事的一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礼拜一在处理一些事情 这几天的时候 那这边发生了 好像很多的战争 很多战争发生了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容易的 本来如果是容易的话 那你参加的团体应该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场争战 它是一场争战 要把国家转到对的方向 那使徒保罗说 我们的征战兵器 本不属血气的兵器 我们不是跟人跟人 斗来斗去 我们不是与人斗来斗去 我们是与那些 执政的掌权 这些管辖 这些用安全事 那些邪灵的权势 因此你的征战对象 应当是邪灵 不是跟你的会友 不是跟你的领袖 你的征战对象 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你又继续征战 这场属灵的战 直到你赢得了 这个国家的灵魂 在我的国家新加坡 当我得救的时候 在70年代 我们大概只有4%的基督徒 到今天了 新加坡每四个人 就有一个是基督徒 每四个人 就有一个是基督徒 基督教是整个国家 翻天覆地了 我不开玩笑 每一个旅馆的大厅 礼拜天都是满的 所有的建制都超高兴的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礼拜天特别神圣 因为他们都要开去教会 他们都要开去教会 那整个国家开始改变了 都开始改变了 但是这个改变是有代价的 那不是便宜的 免费的 它是一场征战 它是一场战役 那时候我们是很有决心的 要看到整个国家 来回转向神 所以我们的征战呢 从来都不是跟别的教会 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重要性 有些人走来走去 我的教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会 我的教会是唯一的教会 神想要吐了 你在开玩笑吗 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重要 每个牧师都是重要的 这是整个History Maker 所要传达的信息之一 我们与每个牧师同行 祂如果愿与我同共 我们对祂同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彼此 一个教会带不下复兴的 如果台湾要得救 那他们要去到哪里呢 哪里呢 他们要挂在那个水管上面吗 这个地方绝对空间不够的 空间不够的 我们需要几千间的教会 几千间的教会 所以当你坐在电车的时候 你在台北走来走去的时候 如果一个信佛的可以讲说 台湾的教会是什么啊 开始宣告教会 我们的教会真的超多超棒的 有很棒的为你婚会 有很棒的长老会 为什么 因为一间教会没有所有问题的解答 你要建造教会 建造基督的肢体 成为一个声音 我要给大家 今天晚上有七个重点 如何 你喂养复兴 你所需要做的七件事情 如果你要在你的教会 在你的组织里面 去喂养这个复兴的草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那你就把这些写下来 第一点 专注在同在而不是生产流程 专注在同在而非生产的方式 意思是 你教会的核心价值 你聚会的这个方向 这个聚会好的程度 不是按照你有会众有多少 而是按照神的同在有多深 同在 不是一堆 即便你是小组的时候 你在读圣经 你在家里有些小聚会 不要管有多少人 不管有没有神的同在 关心神的同在 很多的教会 很担心数量 我不开玩笑 有些我去的教会 有一两个人 当聚会在那边的时候 他们站在那边 他们拿那个计数机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在那边 这是什么 我在我设计里面 我读过这个 当大卫开始 算人数的时候 审判就来了 好痛哦 宣注在同在 建造同在 你知道神同在 什么时候离开 你知不知道 就所有的会友都变成 那个 椰子树 椰子树 当那个会友们 你知道到复兴来的时候 他们在哭泣 他们哭泣 他们跪在地上 他们在地上祷告 他们说 主啊求你动工 当同在不重要的时候 礼拜天早上就这样了 那个椰子树 只有那个树会 随风飘一下 只有树随风 现在变得超属灵的 超属灵 很属灵 他们连跪都跪不下去 他们超圣津 他们超圣津的 连哭一滴眼泪都不流 他们要 因为那个外表 要非常的得听 所以当他们开始哭的时候 然后别人开始倒在地上的时候 他们往下看 当我教这样教会的时候 那些不动的人 你知道我跟神说什么吗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圣灵的电锯 砍树 我想把他树砍了 把他树砍了 为什么 因为在一个真的教会里面 只有一个在旁边观察的人 只有一个人在旁边观察的 一个观察的人 那就是神 只有他有这个权力可以去当观者 我们剩下的角色是 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 专注在同在里面 因为同在 是一个你属灵程度 深度的真实的衡量 你知道使徒行动的教会吗 他们从来都不管 到底有多少人在那边 你知道这是事实吗 你从来没有看到 在经文你的使徒保罗说 我们到新律的教会了 你这边有多少人今天聚会多少 有多少人 20 20个人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 来莫口臭啊 Do your breath smell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 He never comes You know what he cared about Did God come Did God come 神是不是彰显 Why Because when God comes Lives will change Come on How dare We think We can change people Are you kidding 你在开玩笑吗 每天早上 我看着镜子 你知道我就告诉神什么吗 最难改变的人 你需要改变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在镜子里这个小丑 是我啊 我们胆敢 到一个教会 我在这儿 Get ready for change 预备好了 你要迎接改变 The Holy Spirit 圣灵 会把他踢出去 You need change 你才需要改变 Come on You need miracles You need healing You need deliverance You need deliverance You need a touch So some people come 有些人来 After a while 一根子过后 They got God syndrome 他们就有那种 那种 大头症 Do you know in Jerusalem 在那个耶路撒冷 There was a lot of people walking around The history tells us The Bible doesn't tell us 歷史告诉我们 但是有很多人 在耶路撒冷走来走去 There were many guys walking around 在耶路撒冷 到处都有这样的人 They dress like Jesus 他们穿得像耶稣一样 They had hair 他们的头发 留得跟耶稣一样长 And they walk around 他们走来走去这样 They got Jesus syndrome 他们有耶稣症候群 Come on When you see people like that 所以当你跟他这样 走在路上 听着 Presence 同在比较重要 I didn't come here 我来这边 不是为你而来 I came here 我来这边 是为着主而来 Are you with me? 你明白吗? If I'm going to spend all that money to come here 如果花这么多 飞机票的钱 到这边来 I'd rather go Hawaii 那我宁可去夏威夷 Why come here? Spend three days 花三天的时间 每天喊来喊去 然后回到旅馆 没声音了 哪个人这么笨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 笨笨的人 会做这种事情 只有一个原因 他的同在 主的同在 Hallelujah 他的同在 他的同在 因为在台湾 神有另外一个 不同的口味 Hallelujah I come here because I want to touch that flavor Hallelujah I want to experience that flavor and take another flavor and take another flavor and take another flavor until 直到 I overflow Hallelujah If you want revival If you want revival Focus on presence 专注在神的同在 not on production not on production forget about production 请你忘记数量吧 Number two 第二点 If you want to feed a revival 如果你要去喂养复兴 Build a family 建造一个家庭 not an organization 而不是一个组织 Come on Build a family 建造一个家庭 not an organization 而不是一个组织 Do you know churches today? 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教会 他们像公司一样 公司一样 Just like company Okay God doesn't want that 神不要跟公司一样 He has companies 他有很多公司 神的公司很多 The church 教会呢 Is a family 是家庭 Come on It's a family 它是个家 You know I can probably see Donald Trump 我大概看到那个川普 Faster than I can see a pastor Sorry Faster than I can get an appointment With a pastor Oh 我可能看到 你川普的程度 比你预约到牧师 还更容易 I'm not kidding Some pastors You know I call them I want to see them I want to see them I cannot see I cannot see Why In the spirit room 因为他到灵界里面去 What So detached 如此之抽离 Some people become You know Some people become leaders When they become leaders In the church In the spirit room You know Before they were leaders Oh they are normal Oh wow Oh wow You好棒 Oh yeah Good friends 然后突然间变成领袖的时候 头就变 很大 OK Now they see Member See you remember Come on The church is built On love 教会是建立在爱的根基上面的 You don't want the greatest accomplishment Of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你知道新约教会 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吗 The Bible says They love one another They love one another Come on They love one another They love one another They love one another You love one another You love one another You won't talk bad about one another You won't talk bad about one another You won't talk bad about one another Come on You love one another You love one another You know what you will do 那你会做什么呢 You will forgive one another You will forgive one another Hallelujah What's a family like 一个家庭长的什么样子 You know what's a family like 什么是家 A family A real family 一个真正的家 Is where You can make mistakes 是你可以犯错的地方 You can make mistakes 你可以犯错 It's okay 没关系 But our organization That is a group Can I make mistakes 犯不了错 Mistaker You are fired You are fired Bye bye Good bye Come on This is a family This is not organization This is not organization You got to build it Like a family You必须把它建得跟家庭一样 Hallelujah You got to build it like a family You必须把它建造得像个家一样 Make room for me stay You要容许犯错的空间 One time I had a church member 有一天我有个教会的会友 This guy is so crazy On Sunday they count the offering L礼拜天他们在点奉献 Inside the offering Inside the offering Inside the offering Have lucky draw 他竟然放了一张乐透 Lucky draw inside the offering Lucky draw inside the offering I was thinking I did not teach about Anointed lucky draw 我在想 我从来没有教导 什么叫做 有N高的乐透彩票 And he put his name On the lucky draw 他在那个乐透上面 还写了自己的名字 So I called him I called him I called him I said brother I said brother I said弟兄 What is this This is什么东西啊 He very happy He very happy He very happy I want the chur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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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ll win You'll win I said That church never buy horse That church never buy horse That church never buy horse I said brother I said brother We believe in God We don't believe in luck We don't believe in luck We don't believe in luck Luck is for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in God Hallelujah Amen So I told him So I told him Next time 下一次 When the offering come Put money 请你放你自己的钱 Can you do that Can you do that One dollar So okay Put money 你放一块钱也可以 但是不要放彩票 Don't put lucky draw 请你不要放那种东西 在里面 You make room 你要有空间 One time I brought a young guy Do preach 然后去讲道 Broad him to Indonesia 带他去印尼 And we were doing this crusade 然后那时候 我们在办一个步道会 There was only one light bulb 然后那个 在那个很大的步道会会场 可是只有一个灯泡 So he was standing there So he was standing there Preaching 讲道 But all the mosquito 但是所有的蚊子 All the bugs 所有的那个虫 In the city 在那个整个城市的蚊子 Ware around the light bulb 都围着那个灯泡飞 So while he was preaching 他在讲道的时候 The bug go inside his mouth 那个蚊子就开始 飞进到嘴巴里面 He got really upset He got really upset 超生气的 He stopped He stopped In Jesus' name You mosquito I bind you I slap you I kick you In Jesus' name You know what happened 更多蚊子跑来 So after the meeting I called the guy Brother We don't fight with mosquito You know what we do We have shell dogs We spray Psss Psss People are fun You know People are fun 很有意思 You know People are God's Most amazing creation 我们人是神创造最有意思的 一群 他的创造物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I've learned in ministry 你知道我在师父里 有学到什么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不要真的是太认真 看待你自己 Come on 不要那么严肃 Don't take people too seriously 不要把人看得那么严肃好吗 If you take them too seriously 如果你真的太严肃 看那些事情 You're going to get discouraged You know I had a lot of young people I had a lot of young people In my years of ministry 在我服事的过程 服事了这几年 服事许多年轻人 After service 就会结束 They will run to the al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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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着眼泪 Pss Pss I will die for you I will die for you so I always tell them don't die for me because I didn't go to Calvary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像耶稣被钉死之架 die for Jesus 你为耶稣而死好不好 Hallelujah die for Jesus 各位主而死 not me 不是我 are you with me 你明白吗 you see I'm not going to a church looking for people who will wave my flag 我不是要去一个教会 去找那些会挥我的 理查威廉的旗子 I want people to wave His flag I want people to wave 神的旗子 His glory Hallelujah their nature must change 一个国家必须要改变 their character must change 他们的性格需要转化 so what do you do so they要做什么呢 you build an environment of genuine love 是一个真实爱的地方 genuine care 真实关怀的地方 真实关切的地方 you know when I started my church my church was very small 那时候我开始的教会 的时候我教会真的很小 I told all my leaders I told all my leaders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not do 我们很多东西都做不到 we don't have all the resources 因为我们资源是不够的 but there's one thing we can do 但是有一件我们可以做 they say what is that 他们说什么 I say when any member is in trouble 任何会有出了 遇到的难题 we make it a point 我们都要分别出时间 we are the first one 我们是第一个 that is next to them 站在他们旁边那些人 in their time of trouble if they go into the hospital 如果他们要去医院 even before family go 在家人去之前 we go 我们就要先去了 we go 我们就去 Hallelujah we go 我们去 why 为什么呢 because we are the real family 因为我们才是神 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家人 we are the real family 我们是真正的家人 Hallelujah 你要建造一个家的氛围 建造一个家的氛围 the early church was a family 初代教会是一个家 come on it was a family they said the bible says they shared everything they had 圣经说他们是 繁物共用 right and if it's a family 那如果是一个家呢 right you want to see of course you want to see fruit 但你会看到 有果子结出来嘛 you want to see fruit 你想要有得到 多一点灵魂 但是你是否曾经 ever gone by a tree 走过一个果树 can you imagine this is a tree 我们想想看 这个柱子是一个树 and there is a flower 然后这边有一朵花 and then there is a small fruit inside 然后在这个花里面 有个小小的果树 have you ever walked by the tree 你是否曾经 走过这棵树 and then you hear 然后就听到 啊 啊 就啊的声音 the fruit 那个果子 struggling to come out 挣扎的时候 自己爬出来 right you go by a fruit tree you go by a fruit tree do you hear a sound you会听到这种声音吗 啊 啊 啊 and then you look up 然后你往上一看 pop wow 它自己扑出来 mango 芒果自己长大了 然后跳出来 没有这种东西 how does it produce 这个果子要怎么长大 you know how it produce 它长大的方式是什么呢 圣经说 it abides 它会 它是连接于资子 what does it mean 意思是什么 it rests 它会修行 it rests 它会修行 rest 修行 Hallelujah Amen bill an environment 你要建造出一个氛围 where the people 是人 love each other and they rest on each other 然后他们彼此 会在 彼此留在里面 收集 it's a support system 这它叫做一个 支持的系统 when the support system is strong 当这个支持系统 强的时候 the fruit will come off 那这个果实 就会出来 the fruit will come off Hallelujah instead of 不是这样子 why you never produce 你为什么不结果子 how long you Christian 你几乎信多久了 three years 三年了 no baby 没有属灵的孩子吗 what will happen 那会发生什么事 the guy's stressed 那个人就很有压力 every Sunday he come 每个礼拜 他到教会来 I know fruit 我没有果子 没有果子 No fruit No fruit No fruit I have a problem 我有事 I want to die 我想要死了 clear an environment 你要去见到这个氛围 where each person's 每一个人 strength 的力量 best fruit 都结出好的果子来 每一个人 sweetness 他们的甜美 best fruit 都是最棒的果子 你知道今天我们 跟一个姐妹 在一台建车里面 从这个餐厅回到旅馆 man she was preaching to the taxi driver she was preaching 她对实际讲道 I thought me and Pastor Amos have to do autical 我以为我跟阿摩斯 是准备好要来 为他那个 呼召到台前 要绝置了 so powerful 很有能力 it was so powerful 很有能力 man I thought I have to open the door and say come on lay on the ground 我以为我就要 叫这个司机出来 然后躺在地上 it was her gifting that's很有恩赐 came out natural 就是自然而然 散发出来 came out natural you know what he showed me 你知道这告诉我什么吗 she was strong in God 她在主里面 是刚强有能力 she was strong 是刚强的 in God 有能力的 so my job make people strong 是让 让大家刚强 in God 在刚强的主里面 make them strong in him 在主里面刚强 Hallelujah OK let me go on here I've got five more points 我还有五点 我要赶快 I'll make less jokes Hallelujah 我会减少笑话 because if all my jokes come out you might be here till tomorrow morning 如果那个笑话太多的话 你们可能都要坐到早上了 Hallelujah Focus on developing individual gifting and not church structure 专注在 发挥 发展个人恩赐 而不是 见到教会架构 记得这一点 在这个架构发生前 复兴是先来的 神的工作需要领袖去承接 任何神的工作 都是按着那些和神心意的领袖而发生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很重要 是要去分别出空间 让五重执事 能够运作在教会里面 让不同的恩赐 可以运作在教会里面 我需要有些教会 他们完全不会制造出这种空间 让五重执事 来运作 他们不会这样子 他们没有任何的五重执事 不同的牧者形态 来到教会里面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教会会变得很软弱 因为神设计了教会 就是要让所有的恩赐能够来运作 如果你今天你的教会是新的教会 你要制造五重执事运作的空间 让不同的侍奉者能够进来 去建造他们 这是你要制造出空间 这是很重要的 发展出 发展个人的恩赐是很重要的 我告诉你各位原因是什么 因为教会会经历不同的季节 而在不同的季节里面 他都有个不同的恩膏 在那个 就是不同的恩赐跟恩膏 在那个季节会特别被形容出来 能够在那个季节里面 帮助教会结出果子 因此 我们必须要让五重执事有 印作的空间 我们要让他们有空间 让不同的恩赐能够张员出来 你想象 如果你送你的小孩去上学 从那个小学 到高中 老师都是同一个人 我就想那小孩真的是 小学一年级 同一个老师 二年级好快乐 他去上课了 还是同一个老师 然后到三年级 他国中结束的时候 哎呀 我说感谢主啊 感谢主 现在我再也不会看到 那个人的脸了 然后接着到三年级 还是一样老师 只是现在老了一点点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想 只有一个人 能教导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想 一个人可以去处理 教导所有的教导呢 这根本就不合乎逻辑的 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 有妈妈 有爸爸 有祖父 有祖母 也有叔叔 也有阿姨 为什么呢 都在一起 彼此同工影响这个小孩 然后把不同的角度 跟他来讲 如果只有一个 你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吗 他会有很多问题哦 他会出很多问题 相信我 神不要我所有的会友 都看起来跟我一样 这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明白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 是力量和弱 是优点跟缺点的综合体 它是在一起的 可是当你有 不同的牧者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些服侍者上 学一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去比较 他们的优点跟缺点 然后你可以去知道 你所需要的是什么 不需要的是什么 Hallelujah 神是一个充满不同颜色的神 它是很多色彩的 所以为什么他释放 这个五重执事在我们当中 你知道五重执事 通常这不会彼此那么同心的 但是在这些不同心的问题当中 他们会学习彼此同工 不同的恩赐 我认识 我认识 我问你去主任牧师 很久了 他是一个很棒的教师 但是我很少数在 世界各地里面遇到 真的很棒的教师 他真的很爱教课 他超爱教课 不管他去到哪里 他都可以开始一个学校 到处都有学校 到处都有教室 还有那个白板 然后上面都有字 就往前后面 大家往后看 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对 就在后面 你看 不管他去哪里 如果你要知道 汪牧师是否曾经到过那个地方 你就注意到那个白板 好多字在上面 大概就是了 如果我去到那边的话 如果你有白板 只会有一个字 复兴 每个人主题不一样 那我认识严明牧师 他是一个牧师的牧师 他是恩赐的牧师 他的恩赐就是一个牧者的恩赐 这个人超爱人的 在他成为牧师之间 他就已经很爱周围每一个人了 我认识他很久了 他有一个牧师的恩赐 在他身上 所以人们总会去被他吸引过去 我也是去看Facebook 他去那个宣教 他这些同工们 跟他在那边吃马来西亚食物 我看到那个Facebook的时候 我就开始哭泣 你知道为什么哭泣吗 因为马来西亚食物 太好吃了 但我每天要吃的是什么呢 麦当劳 看宝王 因为我住美国 他都在吃真的食物 我都在吃塑胶食物 所以我就看他 他真的很蒙福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恩赐 在教会里面运作 就好像旁边这个语情不是一样 我告诉你他的恩赐是什么 请你注意我要说的 他会成为一个使徒性的领袖 一个使徒性的领袖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里面 有热情 在他里面 有意向 那使徒们是这样子 都是一些疯疯的人 当我们站在前面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站起来 就好像刚刚Kenneth牧师这样子 两分钟 他只花两分钟 你们全部站起来 开始喊了喊去了 然后 你干嘛站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站起来 就太兴奋了嘛 然后站起来 哇 全部都站起来开始喊了 因为使徒 是这位动员 他会动员 使徒是个动员的人 Hallelujah He's a mobilizer 他是个动员的人 Hallelujah Pastor Angela She's a pastor Angela牧师 她就是个牧师 牧师恩赐的 她的心超柔软的 我在重神第一次遇见她 我说这个 这个死女会走得很远 因为在她的性格里面 有一个属成的性情在里面 我被她性格吸引了 Hallelujah You see All of us are not made to be attractive 但是我们每个人 不是被塑造 都是要变得像Angela牧师一样 这么吸引人 Don't get me wrong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A lot of pastors 有很多的牧师 People like to come to pastors 人们很喜欢找牧师 哎呀 牧师 Oh 你好棒 You never scold me 你都不会骂我 You're so wonderful to me 你对我来说实在太美妙了 And then the apostle comes 然后使徒来了 Why are you sitting there 你干嘛坐在那边 Why are you sitting there so long 你干嘛坐在那边坐那么久 Go do it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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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So the church have balance So the church have balance So the church have balance Hallelujah I balance Like a mother and a father Like a mother and a father Paternal maternal Gifting 不同的恩赐 彼此运作 彼此交互作用 Hallelujah Make room for the different gifting You see Sometimes the problem with the church We look for everybody We give for microphone 我们去找那些 有恩赐人 都专门去找那些 拿麦克风的人 Ninety five 百分之九十五 Don't need microphone 的人都不需要麦克风 Don't need microphone 你根本不需要麦克风 Come on If God gave you a microphone 如果神给你麦克风 There's only one reason 只有一个原因 This is Richard Williams' conclusion 这是我理查 Wayland 个人的结论 The guy with the microphone You can拿麦克风的人 Very difficult to control 你很难控制他 So better give him a microphone 所以你最好 不要给他麦克风 So that he will be controlled 这样他才会受控制 Are you following me? This is my logic 这是我的逻辑 The rest 95% 你剩下95% No need microphone 真的不太需要麦克风 The gifting will flow 那个恩赐会自动运行 在生命当中 Hallelujah Gifting will flow 会自动运行 The anointing will flow N高会运行 Hallelujah Amen Also another reason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Because some people 又有一些人 You know They don't want to be in the limelight They don't need to be in the limelight They don't need to be in the limelight They don't need to be in the limelight They cannot handle the limelight 因为他们受不了那个东西 The limelight will kill them The limelight will kill them The limelight will kill them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I really admire about Apostle Kenny I really admire You know it comes across In his preaching It comes across In his ministry It comes across In his ministry Hallelujah Amen There are different giftings in the body In the giftings In the body Stir the gift Stir the gift Stir the gift Don't kill the gift Don't kill the gift Stir the gift Stir the gift Stir the gift Once you stir the gift The gift gets connected To the body 这个恩赐与基督之体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The church will grow 教会就会增长 Hallelujah The church will grow 教会就会增长 Hallelujah Number four 第四点 Number four 第四点 It's a意思 它说 You got to watch 你要去注意 Between the wheat and the tass 在这个麦子跟败子当中 You got to watch the wheat and the tass 你要注意麦子跟败子 Why 为什么呢 Because the wheat and the tass Grow together 因为麦子跟败子 长得很像 他们是长在一起的 They grow together Righ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come to church 很多人会到教会里面来 Some of them 然后有一些人 The objective is not pure 他们的目标不太单纯 Come on Their motivation is not pure 他们的动机不太纯粹 I had one guy that came to my church 曾经有个人到过我的教会 He came to my church 他到我的教会来 Only for one reason 只是因为一个原因 To come after one of my church members 是要去追我们教会 一个会友 In my entire ministry 在我整个事丰过程当中 That's a one guy 就这个人 I walked up to 唯一我曾经走到这个人的面 唯一一个人面前 是我走到他面前的 Get out I said to him Get out Get out 给我滚出去 I'm sorry This is not fishing ground 这不是你的钓鱼池 Are you with me? You want to fish here? 你要在这边钓鱼吗? I will kill you 我会把你宰了 Are you with me? Come on You know what's the problem in sometimes the church? 你知道教会有时候 问题是什么吗? You know People are spreading rumors 很多人在散播谣言 People are spreading lies 很多人在散播谎言 People are spreading wrong teaching 很多人在散播错误的教导 We keep quiet 然后我们就很安静 It's okay 没有问题 一切都很好 No it's not okay 这不好啊 It's not okay 这不好啊 Are you following me? 你明白吗? It's not okay 这不好 当我小孩去上学 他们回来 去对神的观念 开始扭曲的时候 我的太太 她会坐在他们前面 两个小时 去训话 直到那些错误的东西都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她的小孩 这是她的小孩 这些人 是属于你的 神把他们带来这里 神把他们带来这里 你明白吗? You have another view 如果你的观点不一样 Here you can see the door 你可以出去 没关系 Hallelujah We have many doors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门 Bye bye 再见 Are you with me? It's your job 这是你的工作 Come on It's your job 这是你的工作 If somebody comes after my children 如果有人到我小孩这边 You know what I would do? 你知道我会说什么吗? I won't pray That's my responsibility That's my responsibility 这是我的责任 Are you with me? 你明白吗? If you're going to see revival come 如果你要看到复兴来 In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在新约的教会里面 I can give you many scriptures 我可以给你很多的经文 Where the apostle Paul said 讲到保罗说的 You know beware Beware 你要小心 of wolves In Acts 2029 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 He said when I depart Savage wolves will come 他说当我走的时候 很多狼会过来 Come on Wolves will come They will come after the flock 凶暴的才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习羊群 Do you know Most cults 你知道大部分的异端 是怎么样吗? They do not target unbelievers 他们绝对不会去瞄准 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Do you know that? 你知道吗? You know who they target? 你知道他们先瞄准什么人吗? Christian 基督徒 Why? Because already step one 因为他们都已经有第一步了 Come on So they target Christian 所以他们去瞄准基督徒 So what do we have to do? 所以你要做什么 As a church member Not just your leaders 不是只是 你作为 不是你的领袖而已 作为一个会友 作为一个会友 You got to watch 你要去注意 With your ears open 你耳朵要打开 With your discernment open 你的分辨力打开 With your spirit open 你的灵打开 What are people talking? 人们在讲什么? Are there spirits of division? 是不是有属灵上的分裂? Are there spirits of attack? 有些属灵的攻击发生呢? Stop it 你要去停止它 Come on, stop it 你要去停止它 Call them and say We need to talk to you Don't let it grow 不要让它一直长大 Don't let it evolve Stop it 停止它 Are you with me? If they talk bad about your pastor 就让他们去攻击你牧师 你知道你要告诉他们什么吗? You're talking bad about me 你在讲我的坏话 Why? 为什么呢? Because that's my father 因为那是我的父亲 That's my father That's my father Hallelujah That's my pastor That's my pastor That's my leader That's my leader That's my leader Don't make room 不要去制造出一个空间 Why? Because once you make room You will lose your harmony 你就会失去一切的和谐 When you lose your harmony 你失去了你的平安 You lose your unity When you lose your unity Sonday you come L礼拜天你来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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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会发生 整个教会就 然后觉得好像很沉重 树翼麦子跟败子 败子呢 要把它割掉 Hallelujah 那个麦子呢 你要去浇灌肥料 然后你要去滋养它 然后使它成长 Hallelujah 使它成长 使它成长 所以对我来说 我看 那些喜欢教会的人 他们爱意向 他们爱方向 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 我会醒起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对的代表 对的代表 教会不是台湾的政党 OK Half group 一半一半 Half group One party Another group 一半是这个 一半是那个 No 不是 One voice 只有一个声音 One sound 只有一个声音 Hallelujah Amen So you know If some people come 如果有些人来 They leave 他们离开了 It's okay 没关系 Maybe we are sad 可能你很难过 One minute 一分钟 After that 结束之后呢 Bye bye Why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选择 不要成为 You choose not to be part of this family 是因为是你自己选择 不要成为这家的一员 但是我早就下定决心 This is my family 这是我的家 Hallelujah This is my family 这是我的家 You make a decision 你自己要做这个决定 So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the church 所以你去注意在教会里面 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仇敌的最大的工作 Is that he will send Savage wolves 就是他会派豺狼进来 You see Savage wolves 你知道豺狼是什么吗 Are unconcerned They are without mercy 他们是凶暴的 没有任何怜悯的 They don't care about you 他们才不管你是怎么样 They have another agenda 他们有别的想法 Come on If you want to grow a church 如果你要使教会成长 You want to build a church 你要建造教会 Go start your own 你就自己去开个教会啊 Come on Go start your own 那你就自己去开个教会嘛 Don't steal from someone else 不要去偷别人的教会 Right Can I You know if I say I want a child I can go to John's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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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ake one of his children 然后把一个小孩拿出 我喜欢这个 Thank you I know what he will do I know what he will do I know what he will do He will kill me 他会杀了我 He will kill me 他会宰了我 Why 为什么 Man If he don't kill me 如果他不宰了我 His wife will kill me 他的太太 路然师母就会宰了我 Why 为什么 9 months 9个月 怀胎耶 And then you just come and take and go 然后就拿人来 那就走了 How dare 你胆敢这样子啊 How dare 你胆敢这样子啊 You touch That child That grew up In this church 你竟然这样子碰那个 在这个教会成长大的小孩 And you expect God to bless you 你却期待神祝福你 Rubbish 这是垃圾化 God cannot Bless With that kind of motivation 神没办法祝福 这样的动机 Come on Jesus He's not a sheep stealer 耶稣不是去偷羊的人 Hallelujah I know you Taiwanese are too nice people 我说我们台湾人都是一些良善的百姓 You won't say things like this 你不会这样说 不会说这种话 That's why I'm here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这里 Hallelujah Hallelujah Point number six 第六点 Point number six 第六点 OK Point number five sorry 第五点 第五点 不好意思 OK Release the best into ministry 你要把最好的放在 事奉当中 Not fill the gap 不是你在填补空缺而已 Right Ex 13 Vers 2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 Right Even in X The early part of X 在这个使徒行传早期的时候 When they raise up deacons 他们兴起了许多这个执事 You know When they raise up deacon To take care of widow 他们兴起许多执事 去照顾那些寡妇们 Here this passage is about going into mission 那这个是讲到去宣教 这一段经文 你都注意到在这个状况里面 You know what the church did 教会做什么吗 They gave the best 他们摆上了最好的东西 The best 最好的东西 Not fill the gap 不是去填补那个扶事的空缺而已 Come on You know I go to some churches You know I go to some churches Some people 有一些人 Should never be usher 他们根本不应该当招待 Should never be Because when you walk to the church He's standing there He's standing there If I see I go the other way I won't go to that church I won't go to that church Wrong gifting 不太对的恩赐 摆在这个位置上面 Are you with me Or another type 或是另外一种 When you're coming to church You're walking to the door You're walking in the water He's walking in the water He's walking in the water 他在看手表 看时间 He's telling you 他在告诉你 Through sign language 透过那种肢体的语言 You are late 你迟到了 你迟到了 Wrong gifting Wrong gifting I'm kidding I'm not kidding Some church have wrong gifting I've gone to some church You know you cough Nobody bring water You cough No water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want you To be living sacrifice Because they want you 成为新乡的活计 Find the most gifted people 就去找那些 适合的恩赐 做适合的事 Hallelujah You see You find the people Then build the ministry 那你会去找到那个人 然后按照他的恩赐 去建立那个事工 Why Because if you just assign Somebody to a ministry 因为如果你只单单 指派一个人去侍奉 They may never have the gifting 他们可能永远 都没有这个恩赐 You know how many times I've seen that 你知道我看过 这种情况 有多少次吗 I can write five books about that 我可以写的 真的五本书的数量 来告诉你说 这个怎么做 I'm not kidding 我不是开玩笑 So many people 太多的例子 Are not in their ministry 都不是站在 对的位置上面 在做事情 Why They have been appointed But not anointed 他们被指派 可是却没有受高 Appointed But not anointed 被指派 可是却没有受高 What do you do You find anointed 你要去找到 那些被恩高的人 Okay 他们有这个恩赐的人 恩高的人 Can I offend you now 我可以冒犯一下大家吗 I want to offend you for one minute 我想要冒犯大家 一分钟左右 You know some people 你知道有些人 They are in leadership in church 他们在教会里面 他是领袖 They are elder 他们的这些长老 长老们 They have title 他们有一些 直视的称号 But when there's prayer meeting 可是祷告会的时候 They never come 他们不来 Oh quiet now 我现在很安静 I think I hit something 我想我可能 打中什么了 They never come 他们不来 But 但是 I'm elder 我是长老 长老 Elder 我是长老 I'm an elder I'm deacon 我是执事 What deacon 什么执事呢 Dicola 去挖那个金的执事 What deacon 挖什么呢 If you are leader 如果你是一个领袖 Every meeting 每一个祷告会 You should be there This is not a title This is a responsibility 因为这个称谓 是有责任在上面的 Are you following me You know Sometimes Especially Korea I'm very scared to go to Korea Why Because in Korea If you are elder of one church You go to another church 如果你去到别的教会 You leave that church 就是等于离开那个教会 And you go to another church You can keep the title 你的长老还是留着 长老这个称谓还是留着 You can transfer 你可以有这个职位转化 I thought 我在想 How stupid That's stupid How can you transfer This guy don't even know the people This guy don't even know the people This guy don't even know the people How can he step as a leader 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领袖呢 Are you kidding me 你在开玩笑吗 You know There are mistakes That sometimes we make We must look for servants 我们必须要去找的是仆人 Come on Servants 仆人 Not people who are famous Not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Not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You know The biggest mistake Church made Oh he's a manager of KFC He can be a manager in the church Wrong 这不是对的 Hello Wrong 这是错的 Why wrong 为什么是错的呢 That one chicken This one people 因为他管理的是鸡 他的教会管理的是人 Chicken 他管理的是鸡 This is people 教会管理的是人 Are you following me It's 不一样 Not the same 他真的不一样 Chicken He fried 鸡他可以炸 你刚吃他就说He fried 可是人不能炸 Wrong 这是不对的 Look at 我们去注意一下 He's desire for God 他对神的渴慕 Why 为什么呢 You're looking for role model 你在找的是一个榜样 It is not filling a gap 他不是去填补那空缺而已 任何一个你所指派的人 都会成为一个榜样 你知道我记得 我加入军队的时候 I broke one of the records in the military 我打破了这个军队里面的记录 I was promoted 那时候我身迁 Two weeks 我进去就是两个礼拜之内 After joining the military 在加入军队里面 两个礼拜之内 我的军队就被生了 Because when my brother went to the military He would come home He don't like to iron his uniform He don't like to polish his boots So every weekend he would come He said Richard I give you five dollars I give you five dollars Take care of my shirt Take care of my boots I said no problem I like five dollars I like five dollars So just努力的擦 擦 擦 然后就让那个衣服 变得很 First day Everybody going to the army 那每一个 所有人去 入伍的时候 Whole battalion 全部整个营 All the uniform 所有的制服 All crumpled 都是皱的 Except one guy 除了某一个人 那就是我 I walked in 我走进去 My shoe 我的鞋子 Look like glass 看起来像玻璃一样 像玻璃一样 我的制服 Stood up straight 太直了 It stood up so straight 挺到一个程度 I can take off 我可以拿起来 And put 然后把它放在那边 It would stand 它还会站在那边 I'm not kidding I'm not kidding I'm not kidding It would stand 它真的会站在那边 因为我知道 怎么烫它 So my commander saw me 所以我的 车子看到我 Oh 他吓到了 One soldier 一个士兵 Among all 在所有人当中 第一天才加入军队 You know what he did 你知道他做什么吗 He told the whole battalion 他告诉整个营的士兵 All to make a gap 他说要浪出一个空间 On the parade square 在那个阅兵广场上面 And he asked me to walk 他叫我走 In the whole group 绕着整个会场走 And he said And he said And he said This This Is the standard Is the standard Is the standard In two weeks 两个礼拜之内 I was promoted 我就被 我就被升官了 I became in charge 然后我变成去管 of that whole group of soldiers 管的那一群士兵的人 In two weeks 两个礼拜之内 Why Because the world is looking For model 因为世界找的是一个榜样 The world is looking For standard This世代 在找的是一个标准 How can the church 教会 Appoint people 怎么可能指派人 Assign people 去指派人 Whose priority Is not God 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优先出去 不是神 你怎么可能派他 当长老呢 Their priority Must be God 他不能是领袖 或长老 那是因为他们的优先 必须要先是神 You see If you appoint people Based on their title 如果你按着他 原本在世界的称位 来去指派他 做这个做那个 You know what they will do 那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吗 They will come to church 他们会进到教会里面来 And they will say 他们还会说 Service is too long 这个聚会太长了 We must cut it down 我们要把它缩短一点 Come on Why 为什么 Because they must go and play golf 因为他们要去打高尔符球 When they go heaven 他们回到天家的时候 Jesus will play golf with their head 耶稣会用他们的头 打高尔符球 来来 Piya Golf is a priority 神才是我们的优先 So they come to church 所以到教会来 They start killing 他们会开始去把那个火 火缩 变得没有了 开始让火降低了 让火没有了 让火没有了 Wrong appointment 这是错误的指派 Wrong appointment 是为主火热的人 每一年 我都在世界各地步道 你知道我会遇到多少不同的领袖吗 大概有将近一千个在一整年里面 每一年 大概都这个数量 那你知道我当中选谁呢 跟History Maker走在一起的呢 不会超过二十个人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吗 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个榜样了 他们本身就已经是个榜样了 因为当我们带他们去到世界各地的时候 我想要给他们看到 这是一个标准 明白吗 我不要彰显的书是那个魔鬼的样子 而是标准的样子 所以 那教会呢 应该要去做什么呢 所以很快在最后两个重点 我觉得大家有抓到一些原则 因为如果你要复兴的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第六点 你要建造在坚固的根基上面 初代的教会 他们从而不会忽略三件重要的事 教导 祷告 还有敬拜 他们绝不忽略这三件事 耶稣在大使命里面讲到 要去教导列国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的专注是什么呢 他们使这个教导的要素 成为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根基跟基石 同时间 他们也让祷告 成为教会的基石 他们兼顾祷告生活 How do you strengthen prayer 你要怎么兼顾祷告呢 You add fasting with prayer 你加入进食祷告的要素 You have seasons of prayer 你会进入到不同祷告的季节 Hallelujah You have seasons of prayer You have seasons of waiting on God You have seasons of studying about prayer 你有不同的去读神话的基石 研读祷告的基石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rayer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祷告 Right now 现在呢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churches 这个世代最有能力的一些教会 You know what they do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Overnight prayer 他们会有这个通宵祷告会 Overnight prayer 通宵祷告会 They pray through the night 他们彻夜的祷告 They pray through the night 他们彻夜祷告 Why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要更深地进入祷告里面 更深地进入祷告里面 到第三个领域 是敬拜 他们发展敬拜 有一些你去的地方 那个敬拜只有十分钟 五分钟 你尝不到神的良善 尝不到神的荣耀 为什么呢 他们不会去为敬拜来的 来制造空间 有时候 请你忘了讲到这块了 可是甚至讲到这块了 讲到这块了 就敬拜 敬拜神的灵 让神灵的进行 就敬拜 你去建造根基 神会去建造架构 你建造根基 神会将复兴浇灌下来 专注在根基上面 你知道今天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教会都很喜欢变成那个 就是那种激励性的 那种谈话的地方 他们的焦点是什么呢 那个经济法则 这是没关系的 这也是神话的一部分 你可以去教我这些东西 这是重要的 你要了解它 你要有一些管理的技巧 没错 但是那个不是 圣经的核心价值 那不是圣经的核心价值 你这个世界有太多人 教得比这些都更好了 我曾经去过一个特会 感谢主 我没有付任何的注册费 这是我朋友帮我付了 那个牧师说 我帮你付那个费用 然后你就去吧 我就问他这个费用了多少钱啊 1800块美金 我说 哇 哇 哇 如果一场特会 一个人可以收1800块美金 我可以到这个聚会里面 骑着一只马进来 太多钱了 你知道我去那边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主题是什么 去制造出那个经济收入的来源 美国很有名的讲员 他很会讲到没错 可是我坐在那边 真正两天的时间 怎么为你创造经济的水流 我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要这样做 我想去找他 你把我的钱还给我 拜托 拜托 我觉得我被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来 他应该要教到我关于圣灵的事情吧 他应该讲到神的能力的事情吧 我才不需要学习什么经济的收入 怎么制造经济收入 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学这个啊 重点是教会的牧 它的功能是什么 在这边是认识神的地方 是认识圣灵的深度的地方 就了解圣灵工作的地方 你知道今天很多圣经里面的教导 竟然都没有被教导 都没有被教导 上次你去听关于天使的教导 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那真的很深 那很深 你要去研究一些深的东西 你知道使徒保罗说什么吗 他说我不知道在身内或身外 他讲到他经历灵界的事情 今天大部分的教会 对灵界是一无所知 为什么 因为没有被教导 你去看但以理书 他会跟你讲话 但以理义讲到 他被天使触摸的时候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但以理义 当天使报道说 但以理义有各种不同的经历 没有人教导 所以每个礼拜天 你有什么 椰子树 没有教导到 没有教导到 所以随风飘动了椰子树 每个礼拜天 不知道怎么去追 进那灵的深处 不知道怎么去 他不知道如何去经历 使徒行传的经历 你知道使徒行传的教会 对他们来说 遇见天使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正常的 正常的 过去十五年 我遇过太多的天使 有时候我去个聚会 我不找人 我先找个天使 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找他吗 因为如果出现 表示神在那边 要祂的工作要开始 第一次发生 我在某个地方讲到 然后两个天使 走进这个聚会里面 七尺高 七尺五尺 他们就坐在前面 他们开始跟我讲话 当我在想 这是什么 然后怎么跟我讲 那个用心思来对我讲话 灵界里面 你是用心思来 与心思对话 这是为什么说 我的心思 非同你的心思 我的意念 非同你的意念 所以我开始遇见天使 那我做什么呢 我就竭力地追 去回应 过去这几年 我一直在专注一件事情 讲到灵界的东西 专注你怎么与神 在超越的里面相遇 什么 距离圣灵的事情 那些进入到恩膏里面的事情 那些为什么医治会发生 为什么会错过医治呢 为什么会错过医治呢 我会去研究这些 我们是超自然的 我们是属灵人 那我们要做什么 把教会带回到属灵里面 把教会带回到属灵里面 教会不是只建立在神学根基上面而已 它也建立在这个学习 这些属灵的事情上面 教会是建立在知识跟经历上面的 如果你没有经历 那你要改变你的教导方式 你要改变你的教导方式 因为你在知道的是理论 但是这不是一个学校而已 这是一个有能力的店 这是一个神能力的店 所以当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得医治 当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们必须得自由 我告诉你他们需要得自由 他们得医治的话 它这个城市就会得救 这个城市就会得救 Hallelujah 你要去专注在这些上面 最后面 属灵的事情 不会是太难的 它不是难的 神让属灵的事情是很容易得着的 你知道谁让它变得很困难吗 那些神学家 他们使它变得很难 但是神却 这个福音是简单的 Hallelujah Focus 专注 Focus on worship 专注在敬拜 Focus on prayer 专注在祷告 Focus on teaching 专注在教导 你要打下这些根基 你打下这根基 教会会开始爆发 You know in Charles J. Phinney's revival 你说在这个 Finney的复兴里面 You know Charles Phinney was used Charles Phinney Because there was a man Called Father Nash 他之所以变成这么大的使用 是因为 有个叫Nash 神父的 在跟他一起带祷 Nash would go into this town And pray 这个纳许神父呢 他会进入到一个城市 去祷告 Tree weeks Two weeks 但芬ney来之前 他会先去三个礼拜祷告 Finney will come 然后芬ney来了 When Phinney come 芬ney一来 那复兴就会爆发出来 You know very interesting fact 这个是一个事实 The day Father Nash died Nash 纳许神父死掉之后 Finney's revival stopped 芬ney的复兴就停止了 你想想看 The day Father Nash stopped Nash 神父死了 死了的那一天 Finney stopped the revival He became a pastor Finney就 他的复兴就没了 他就变成一个单纯的牧师 Why 为什么 Because Nash 因为Nash was the man of prayer 他是祷告的人 Without that prayer 没有这样的祷告 Finney couldn't do anything Finney什么都做不到 Hallelujah Church Go back to foundation 那回到根基 Last point 最后一个重点 Very important point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Watch your fire 注意你身上的火 When your fire goes 当你的火开始淡掉的时候 Your ministry will go 你的事工就会不见 Continue 这个属神的热情 Acts 20 verse 31 Sidu行传 第20章第31节 You know what Apostle Paul said 你知道Bol说什么吗 He says I minister to you He says I ministered to you With tears 是带着眼泪 是带着眼泪来服侍你的 眼泪 他怎么服侍呢 He ministered with fire 他是带着火来服侍的 Hallelujah Amen Fire 火 不只是理解 但他理解而已 不只是知识而已 而是火 教会是建立在圣灵的火热上面 Watch your fire 你要注意这个火热的程度 当你感觉 Sunday morning is not so important 礼拜天早上不再重要的时候 当你感觉 Bible study is not so important 这个茶经不再重要的时候 当你觉得 祷告不再重要的时候 You are losing your fire 正在失去你的火 You are losing your fire 你真的在失去你的火 The Bible never says 圣经从来没有说 It never says You go from glory You go from glory To maintenance 到维持 Never said that 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Come on It never said 从来都没有这样讲 That you will go from fire 它会从火 到什么都没有吗 圣经没有这样讲 It says From glory 从荣上 To glory From victory 从得胜 到得胜 Greater victory 到更大的得胜 Greater breakthrough 再更大的得胜 Greater anointing 再更大的恩高 Hallelujah Watch your fire 注意你那把火 Watch each other fire 注意彼此的那个把火 If somebody stops coming to church If somebody stops coming to church If somebody stops coming to church Stops coming to prayer 不来祷告了 Call them 打电话给他们 Why are you not here 你为什么不来 What happened to you 你发生什么事 Where's your priority 你的优先在哪里了 Come back to church 回到教会 Because you must come to prayer 因为你必须要来到神面前祷告 Must come to Bible study Must come to Bible study Why are you not here on Sunday 为什么礼拜天不来呢 Listen When the fire go 当火没了 Problems will come 那问题就接二连三地发生 When the fire goes 当火没了 Human problems 人的问题 就会出来了 Watch the fire 请注意你自己 心里面的把火 当火在的时候 I'm telling you 我告诉你 When the fire is there 火在的时候 There's minimum human problem 人的问题 就自然而然变小 Why 为什么 This is what fire does 火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When you are on fire 当你被点燃的时候 It makes you resolute 它会让你去带出解决方案来 For one thing 你只会去往一个方向 竭力地追求 The vision 就是为着异象而奔跑 The vision When you are on fire 当你被火点燃的时候 You don't have problem getting people to support 你不会去 你不会找不到人来支持你 You don't have problem growing the church 你不会去 教会觉得好沉重 Why people on fire 那些被火点燃的 will back up the vision 会去支持异象 Hallelujah Because when they're on fire 当人被火点燃的时候 They will support the church 他们会支持教会 They will strengthen the church 他们会坚固教会 所以想想看 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工作 使人被火点燃 被火点燃 你知道我告诉我的教会 第一次在教会 早期新加坡的教会 我就跟那些领袖们讲 我说你知道吗 去讲一些属灵的话 你要为主的事情 感到兴奋 它到一个程度 我的领袖们 他们完全不会请假 他们之所以请假的原因是 是要去旋交 旋交 为什么 他们开始为主感到火热 火热 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是 他们把钱都奉献在旋交上面 他们摆上在旋交里面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疑问 后来我去美国宣教的时候 我失去了一些人 因为他们习惯于我的带领方式 但是一件事情在我的教会 从不改变 就是宣教的使命不改变 为宣教的奉献从来都不改变 直到今天 一些国际的特会 我的教会 都会去付所有奖元的费用 他们会为自己付旅馆的费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意向 他们支持这个意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被火点燃了 他们会在这个意向里面被火点燃 我们的工作是使人被火点燃 神被火点燃 每次他们礼拜天来的时候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他们都被火点燃了 他们被火点燃了 耶稣使他们被火点燃 他们带着火热去祝福事 复兴要来了 到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 神的工作要来了 神的造访要来了 在一些地方 过去神运行的地方 他还在工作 这是一小点 一小点 他正在运行 为什么他正在运行 因为他们渴慕 他们渴慕 去年的时候 我去过最火热的一间教会 他不在亚洲 也不在欧洲 他在美国 我去过这个小小的一间教会 在那个美国的北边 不是很多人 那我早上 我七点 我七点开始讲到 那个神的火就降下来 他们熬渴慕 那结果那聚会几点结束 你知道吗 凌晨三点 我看了那个时间 我吓一跳 第一个 这是美国耶 第二个 这些都是白人 白人 白人 我说哇 但是 他们好渴慕 很渴慕 渴慕神的运行 我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选择 你是你做的选择 不只是一个地点 而是一个选择 你是你做的选择 每一天 你说 我要成为神工作的一个部分 我要成为神造访的一部分 你看这些三天